这位毛发雪白,筋骨松软,轻轻松松就将自己像盒子一样折叠起来的瑜伽修行者 正展示着令人惊叹的身体控制 他是印度非常有名的瑜伽大师斯瓦米 拍摄这个视频的时候,他已经有101岁的高龄了,但是看起来却一点不像 纵观我们身边,不说100岁了,就是六七十岁的人能做到他这样的也是凤毛麟角 我们看到他穿着一件简单的小裤衩,室内弥漫着宁静的氛围 他平静地引导着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只见他将双脚交叉,呈现莲花姿势,这仅仅只是他高难度练习的开始 随后,他双手从后背交叉,反抓住自己的脚趾,然后向前压下去,将身体整个折叠起来 几秒后,他松开双手身体往后一踏,以头和手臂做支撑,做了个倒立 双腿伸直,形成一个稳定的倒立姿势 他的练习不断升级,他用双手撑地,将身体撑起摆动起来 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但是如果没有足够的力量是没法做到的 突然,他将双膝立了起来,在找到支撑点后,双手举了起来 尽管保持动作的时间很短,但却足以看住他身后的功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动作越来越具有挑战 然而他却始终保持从容自若 他像一棵深扎根的大树,无论外界的干扰,都保持着坚定的稳定 他的动作变得更加惊险,他将右腿抬到头顶 在找到支撑点平衡后,再将左腿也抬到头上,交叉在一起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仿佛这不是他的腿 而是柔软不带,听从他的心意随意摆布 作为一位瑜伽大师,尽管已经迈入百岁的高龄 但他的体态依然挺拔,肌肉线条分明 这正是长期瑜伽练习的捷径 他的皮肤虽然不满岁月的印记 但却散发出一种健康与活力的气息 他将瑜伽的智慧融入到自己的每一寸肌肤里 他不仅自己保持练习瑜伽保持健康 还在世界各地开设课程 教授更多的人学习瑜伽 幽默风趣的教学使他深受大家的欢迎 他曾说,自从开始练习瑜伽后 他从未生过病,也从未看过医生 他说,他会尽力让自己能够活到150岁 虽然没有确凿的科学研究表明 练习瑜伽可以保证长寿 但练习瑜伽的确能够让人身心得到锻炼 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瑜伽的原因 这位毛发雪白的瑜伽大师 以他的身体控制和坚定信念 展示出瑜伽的力量和美感 他的故事激励着人们关注健康 瑜伽以及实现身心平衡的重要性